愛情超爆話題作 張智霖 劉心悠 真人真志 啟發而成 天生愛情狂 十一二十五日 愛愛美風貌 食點心 我要有創意 點點心 點心專門店 陳榮獲 Time Out Magazine 最佳點心大獎 紐約新聞周刊 2012年全球 101間最佳食股 忍手點心推介 脆皮鮮蝦腸 真是菠蘿包 燒汁釀茄子 芥末咸水果 泰子燒賣王 出名不一定貴家 點點心為人民服務 還不快去灣仔天樂里 旺角通賽街 佐敦文英街的點點心 記得吃一碗蛋白 杏仁茶才好酒 有何欠 一個貼士多到爆 幫你翻盤 貴責社群 賺錢至上的節目 翻盤兄弟 主持百戶 亮永祥 歌神許志森 傾常 複星期四萬十點 香港人網 敢講志豪聽 想減肥又不想辛苦 還要有得玩又開心 和平通全香港 快點來例程美學方 Bally Dance Corner 他們有簡壓瑜伽班 蕭枝印度舞 健體排排舞 素身抱皮舞等等 自己預訂場練習都可以 而且還有多款跳舞衣出售 現在星期日 還有免費試玩班 想知詳情? 快點上 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詢 我去報名先 靚波王促身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辭明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破地獄主持 蘇豪 林匡正 阿斌 麥仔 第二節破地獄 這些人經常稱胡錦濤 拿退很偉大 非常之英明 首先 如果胡錦濤真的拿退 那天也不知道 軍委主席你做不做呢 也不知道 最後 汪洋 李源朝 任不入常委 也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拿退 神祖說 你不用傳媒 萬古古 核子摸象 所以胡錦濤是否這麼偉大 我只是覺得不是 通常是鬥輸 為什麼鬥輸 你見到座位 最中間是誰 江澤民 江澤民 掉東西 哎呀 掉了垃圾 胡錦濤 胡錦濤真的跑去撿 江澤民起床 胡錦濤好像李蓮英 扶著慈禧 扶著江露 在走 後面溫家寶 那雙眼就見到 是胡錦濤做李蓮英 你見到 胡錦濤說話都沒說完 江澤民 撿東西走 撿東西走 撿東西走也不要緊 女兒去針茶 江澤民不是看胡錦濤說話 是去看女兒 所以你見到江澤民是完全不把胡錦濤放在眼內 很多表情 撿不撿退呢 其實一件事看到 中共的政治模式是放風模式 如果他真的撿退之前 如果這件事不是突如其來 他一定會先吹兩三句 沒錯 但這件事是突如其來 很明顯是中箭落馬 絕對不是所謂坊間說 風道地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輕輕的我來 我很好笑 我們有幾何會覺得 嘩 接下來四年後 奧巴馬拿退很偉大 我們不會這麼想 是他的專制才會這樣 所以我看到很多傳媒 讚胡錦濤拿退很偉大 很英明 我覺得全部都是 不明白事實 也不明白真相 不要怪他們 香港傳媒都是這些水平 水平低一點 第二就是全部說 江是大勝 團派大敗 是不是呢 你看回政治局委員 25個人的佈局 就算書記處是干係人 常委是干係人 但你見到十年後 當政的 根據七上他白浪 你現在57歲或以下 十年後是有機會做渣血人 你見到根據那個年齡 有五個人是有機會的 第一個就是汪洋 第二個就是胡春華 小胡錦濤 在西藏有做過 內蒙古 但當時他的政績 當然是非常麻煩 內蒙古 和蒙古 有牧民族之間被打壓 藏民的自焚 你見到 很多維權 當時讀賴法 當時他就做省長 所以你見到那個胡春華 是不太英明的 第二個孫政才 就是賈慶林 即是江澤民的頭孫 即是江澤民的頭孫 他就說孫政才 又可以做了 但趙博士 是否有太子理論 就說 誰早出現 誰先死 這個中國人 有一個特點 中國人是很複雜的 我們有些瑜伽 有些道家精神 道家精神 我教我們什麼 教我們做人物極必反 你不要那麼槍打出頭鳥 你不要那麼瘋狂不露 大致若語 你看到好像傻傻地的人 通常往往能夠笑到最後 即是習近平 即是這類人 所以 中共的政治模式 你見到從江澤民開始 是從來沒有一個人 你會猜到他最後會做到的 江澤民是因為上海的經濟道報事件 突然一下子上來了 即是當年 雍正皇帝 即是德衛 他也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他德衛之前 那一天都沒有人猜到他德衛 即是反而 之前說太子 以阿哥人形 即是做太子做了幾十年 即是這個都幾慘的悲劇 做太子做了幾十年 等爸爸死 等極都不死 但這些就是 個個被人成為眾志之的 後來那些什麼 白阿哥白炎王 即是那些 風道偏偏的那些 即是小胡 即是一看出來的文質彬彬彬 這些 這幾年 亦都很快被人抓 所以中國人的模式 就是越低調 才能夠越有機會上位 你見到梁振英 即是過去幾年 是如何低調地去處事 和他回歸初年 一改風格 即是最後兩三年 反而很高調的那些 唐唐那些 又死得很快 這是中國人之學 所以我說團派大將胡春華 江派大將孫政才 甚至汪洋 全部封皇不露 必定祖拜 我反而覺得 有一個人叫趙樂際 現在會做中宣部部長 他就是團派出身 習近平老鄉 做過陝西省書記 江澤民時代 他就快馬街邊升官 即表示 江是太子黨團派 都喜歡趙樂際 還有一位人士叫王滬寧 他就是江澤民的智囊 如果江澤民不死的話 十年後 他很有機會做第二把手 第一把手 隨時是趙樂際 這兩位就比較低調 現在好像大家不報道趙樂際 和王滬寧 隨時十年後跑出 就是趙樂際和王滬寧 這是我暫時的推測 不過說完這些推測 因為外面傳媒都很少說 十年後會在哪裏做 就是十八大的回顧 但你不會看十九大 二十大 接下來有什麼佈局 或者有什麼形勢 就不能說 這個就是我小小 很大膽的預測 最近有一篇文 馮華健 好像不知你是不是 趙博士還是陳博士的朋友 有一篇文 真的挺好 我剛才說這篇文章 前律政專員馮華健 上個星期在香港舉行一場 叫做中國比西方挑選更加領袖 的討論會上面 馮華健對於中美制度 哪個好哪個不好 做了一個很有獨度見解的比較 我就覺得很好笑 首先他說 中國領導人飽受考驗 曾在黨組織和各級政府機關服務累積有效經驗 我一聽到真是笑死 我覺得政府機關和黨組織飽受酒池玉琳的考驗 今晚起雙飛、起三飛 想得很頭痛 對體力很大考驗 肝、肝、肾 所以你看到中國領導人的平均壽命比美國 飽受考驗 已經選了出來 吃完元素周期表 而美國就容許 什麼經驗都沒有的人 就可以當選 我也記得 伊希有印象 在列根也沒有什麼執政經驗 行政經驗 但他就帶領美國走上巔峰 冷戰時期打到蘇聯 最後沒有經驗 反而更好 真是好笑 我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馮專員 還有 中國領導人 不用經常看民意調查 可以令他不用看短視的政策 但美國人要很立竿見影 我不知你們怎麼看 我聽到覺得很好笑 他明明自己不看民意 就不看民意 就說自己為了不短視 就不看民意 他根本什麼差民意都不看 其實我覺得中共是看民意的 他想看 但民意調查在中國的傳統是什麼 做假 中國什麼都做假 什麼都生債版 A4民意調查 看完又可以解 他不如不看 還有他做完之後 看完民意調查 很嚴重 結果他就要馬上 他就這樣說 他說美國人要做些立竿見影的事情 但其實最希望能夠做立竿見影的事情 正正就是中國人 一看完那盤數 不行 原來民意這麼差 立刻維穩 我要立刻維穩 進境是怎樣 民意好像說要政改 經濟的改革不夠 GDP 我們陝西省好像不達標 做數 你看到有民意調查 有所謂政府報告 全部做數 要不看這些調查 是假的 還有什麼違論 馮華健 還有什麼 中國人爭取團結 美國人妖魔化對手 真的嗎 中國人爭取團結 即是爭取 爭不爭取是一回事 中國人的本質 首先不團結 就是喜歡鬥 他們自己 剛剛提到十八代 免得重複 美國人妖魔化對手 中國人就爭取團結 我不知道 反過來是否說得對 中國人似乎妖魔化對手 說美帝、蘇修 似乎都說得多些 美國妖魔化對手 即是宗教上、理念上 他可能抓住那些 就是說人家伊拉克 那些 但是同一時間 你見他 就對待一些 即是 即是 美國人 你要支持他 就是 一對付外敵上來 一定很團結 但是 團結 最重要就是 你對付外敵的時候 他要對付外敵 你見到他團結 你應該欣賞 其實中國人 都應該希望有這樣的事情 但偏偏 中國人 最喜歡在打仗的時候 不團結 共產黨就是那種最喜歡 無論有否外敵 也好 首先和自己人鬥 就是共產黨 其實國民黨也是 即是當年 誰違反政治協商會議的規條 就是國民黨 在1946年1月才達成協議 不夠半年 國民黨就去打理先念 所以你見中國人是非常之內戰 是的 而且聽眾也舉得出來 如果我說 七分對付國民黨 一分抗日 七分培養自己實力 兩分應付國民黨 一分應付日本人 這句是誰會說的 老毛 即是哪一個爭取團結 妖魔化對手 而當時同一時間 美國人是團結一致 連羅斯福都可以做三容總統 其實中國人也很團結 喝花酒是最團結的 喝花酒是兄弟喝杯 不喝酒不是兄弟 而且信祖英 中國人對官員最厲害的是什麼 官官相衛多團結 公共情婦 即是信祖英 又服侍江澤民 又服侍這位 那位 那個情婦也是 中國的官員 玩女人 喝花酒是最團結的 這可能是真的 這句話可能阿馮說得對 不過就要看他對什麼對象 要問清楚 還有 中國統治者 要顧及民眾的反應 必須改善民生方面 要交出成績 美國人們被金錢綁架 變成民主有價 這個 我一時間不太知道怎麼想 是否真的只是中國統治者 中國統治者要顧及民眾反應 美國統治者不顧及民眾反應 這篇文章跟薛芬樹的中國模式手冊 差不多這麼厲害 都是笑話來的 你會覺得 有些東西 你自己主觀去信那些東西 就不要硬壓在別人身上 即是 美國政治人物及金錢綁架 我想問一下 國內的官員都有價 他們的錢權交易都明馬實價 那些官員太子黨說 沒有兩千萬元生意 就不要來就找我了 即是會這樣的 即是沒有五百元人情就不要來 沒有兩千萬元生意就不要做官 是啊 間中有人向我兜售問 有沒有興趣做政協的 是嗎 你也認識的 不過不要說了 好啊 還有很有趣的 美式民主已經陷入結構性的問題 變成連綿不絕的選舉循環 連綿不絕的選舉循環 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嗎 我想問一下 大家為了競逐選票 只顧好話說盡 追求短期收穫 長遠視巷如機見罰人民樽 哎呀死了 在罵梁振英 真的是 馮華健罵梁振英 小心殺頭 即是這樣 你明明看到 小選舉 就會有馮華健說的好處 但你說 所有正式的民主選舉裡面 我們明明看到這件事情 選舉承諾是要兌現的 不兌現的話 要出來道歉 甚至乎最壞的情況 沒有了誠信是要辭職的 這就是他所說 他認為的結構性問題 又要經常選過 但就是因為這樣 要經常選過 經常輪替的民主制度 才能夠警醒 拿到權力的人 不可以亂開空投資票 令他們一定要留意民眾的要求 向民眾負責 相反 缺了一環的時候 都不用我多說了 你看看今天 梁振英在做的事 甚至乎在大陸裏面做的事 好話說盡 追求短期收穫 跟著長遠的事項 如機見罰人民樽 我又得承認 大陸的而且確 近這十年 搞很多基建 而且很希望搞很多基建 所以每一件基建都不要做到太近 沒錯 搞完又倒閉 對 跟著倒閉又搞 中國真的偉大 中共 即是奉華建的交民 不必提 不如來一個十大廣間選舉 大家都很期待 其實是 望之不似人身 相之不似人念 聽之不似人性 察之不近人情 十大廣間系列 好 這樣我們又做了這個十大廣間系列 我就會在Facebook Group開投票post 大家就留意我們講的候選人 大家就投票選擇你們 但是我們都是照相次的 每人都有五票 甚至討論區都可以 嗯 那今集有什麼候選人呢 先看第一段片 喂 現在什麼台 不如你那間的壓視力 特別是壓視台 他好像常常找兩個人說話 又算數 這個台你算說得了 什麼東西節目都那個老闆自己出來做 現在拿著那些數據 1點2點對我沒有意思 即是對我的節目沒有意思 根據收視調查顯示 這個節目播出以來 平均收視大約1點 這個數字 和他這兩年主持過幾個不同名的節目 大致相約 經意大約 等著下來 新聞報告 各位 現在是新聞報告 最重要的新聞就是 其實今天我知道 原來不僅是阿士生日 但是還是AC米蘭其中一位球員 岩布先來的生日 不如我們一起唱一首生日歌吧 好嗎 準備好了嗎 1 2 3 1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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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難怪收視你那麼差 鬼要看他嗎 很容易 阿士沒有人看 我就不信 我自己很不信經歷 我做完阿士之後 我在街上 很多人都會認得到 我不信是沒有人看 所以一踢爆他 四六開 他是港大民調做的 你補充一下 他過去一年多的跟蹤數據顯示 兩家電視台的收視人口 一直是四六比之間 輕微浮動 嘩 真是 撲你一街阿士 真是 很簡單說一說 大家都很熟 但有些典故 大家未必記得 其實自從林伯恩之後 之後你見離親那幾個老闆 都很笑死人 有一個叫吳晶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接著現在來的黃晶 都是一些很精的人 吳晶是最有名的 搞什麼呢 其實都是那些 在大陸運動店 走到外國那裡 然後撈了外國護照 回來的那些失敗者 黃晶其實也差不多 吳晶是那個人最厲害的 就是做一些口訣 要員工要背起 然後要效忠自己的台 黃晶這些不用說 自己看新聞 根本是一個失敗者聯盟 他們基本上 就當阿士是一個鳥虎 將他們自己 霸著阿士這個鳥虎 這個無坑 就可以壟斷了香港 所謂一半的免費電視台 當然啦 裡面就完全是 做一些最便宜的事情 包括做節目也好 那些什麼ATV 炳學民思潮 令到連他們自己 新聞部的同事都受不了 如果大家最近見胡彥榮 他已經在阿士兼職三次 基本上他說 狀口狀面見到那個人 就是搞壞他們的那個人 他們在那些ATV焦點 寫了一些這些言論 最後令到公眾 要罵他們的新聞部的同事 最慘就是 害了香港的言論自由 你又怎樣看 其實黃晶 吳晶 什麼晶都好 這些都是偽滿州政府 其實他根本不是想做老闆 也不是真的老闆 背後有大水喉 所以他唯有出來說交話 所以他不需要負責任 因為蝕的不是他的錢 一點兩點都所 他經常說 四六開 找了港大民調 我是港大民調出身 我也不能不說兩句 其實民調很簡單 問你 請問你有沒有看過阿士 有 你發現原來有四成人有看過阿士 不是我們平時所理解的所謂的收視調查 這是兩回事 所以他一直說四六開 其實老實實 一百個裏面只有四十個 不需要轉台的阿士 其實比例都很低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教阿士 我們都去說六四開 不過我自己覺得 你說阿士沒有人看 我要幫胡欣威平反 朱衛生剛剛那段片 你也不看了 有沒有搞錯 大家 還有胡欣威 喂 當然認識你 文化人上人 最近最紅的是你 不用看阿士 我看無線新聞 都看到胡欣威幾把炮 怎麼會不認識你 不如想打你 第二位候選人 又是什麼 我不覺得我們有什麼做錯了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 維護法紀 需要道歉 這個是天方夜譚 我沒有其他的評論 天方夜譚 這個曾偉雄不用說了 卓豪秃鷹 我會認為他是 香港回歸後 一號的公安 公安局局長 由他開始就是公安局局長 其實之前我記得有個很帥的鄧景成 雖然他被人叫Sorry Sir 但起碼會說Sorry 這件事其實值得懷念 但曾偷英 不要這樣說 反過來說 道歉天方夜譚 這傢伙去卡拉OK唱歌 和大陸警察唱歌 都是唱紅歌 想一下他的思維是怎樣 還有很明顯的一個數字就是 自從他上來做一哥之後 檢控社運人士的數目 是大幅上升的 很明顯他是完全在執行公安局長 應有的職責 走著打壓香港社運的路線 甚至矛頭直指著香港所有的反對派 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回顧一下 無論在港大 怎樣去對李承康 怎樣把港大變成 把學生全部趕走 然後李克強訪港的時候 又看到一個黑影 又屈記者說他襲警 濫用警權 無所不用其極 基本上 香港如今沒有警察 只有公安 連真的做警察都在罵他 如果曾偉紅有分頭髮 不是禿鷹 就是天荒夜譚 曾偉紅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們看了韓志 沒有 曾偉紅就是梁家輝 其實他是受警隊 當然他的樣貌沒得比 但是他是受到警隊 有鷹派人士的支持 所以其實也反映到 有一些人在香港 其實是很希望 強硬起來的建制派 所以你說近年 搞到很混亂 建制派 但其實你看到立法會 他們就是大勝 所以其實也有效果 曾偉紅這些人 真的 那就大領獲了 好 第三位候選人 如果你說一個全國性的法院 我覺得他的成員 應該是中國公民 或者至少是香港本有性居民 我覺得用的字是 That is a valid question 這個是合理的問題 這個人要介紹一下 胡漢青 胡漢青 一位親中的大狀 剛剛播出的這段 這段說話 他自己發光了 也因為有人說 他曲解了他自己的這段說話 令到那些人 以為他支持這個香港的法官 全部都要是中國籍才行 甚至乎為了這件事 他就說自己其實是引述人家的立場 他自己是不支持的 好了 這筆就算了 但不如先看看他自己本身的政治立場 他現在很喜歡在政治方面做一些評論 包括支持23條 還有他演繹這個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大家也可以聽著 他說其實中央是有誠意給香港自治的 然後中央的權力可以下放 但是香港人不可以搶 是會給你的 阿爺是會給你的 但是你不准搶 乖算 你很明顯看到 香港人首先要相信中央的誠意 你才可以有自治 就是說原本所謂 由基本法保障的一國兩制之下的高度自治 全部都放在一旁 相信人治多於法治 這是最大的問題 所有親中的大狀都有這樣的問題 這也是當年鄧小平的原意 即是一國兩制的條件就是你們要聽話才有一國兩制 不聽話就一國一制 西藏就是這樣 就是聽話的 條件就是你首先要服從人治 然後才有法治 對於他來說法治是一種工具 毛澤東當年怎麼說 有人叫他搞憲法 他說憲法這件事我們不相信 不過既然你們說要搞就搞一下 但是憲法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管治的能力 當年毛澤東是這麼說的 所以寫得好是沒所謂的 所以毛澤東在1955年就說 所有法院審案是不需要引用憲法的 即是憲法是廢的 所以這班所謂的親中大狀 就是廢的 其實上嫂子是梁愛斯 大家要非常小心 鼓吹人治大於法治的這些人 再來4號候選人 民建民的政官寫得很清楚 我們是要堅持在2007年之前 行政長官普選產生 還有這個立法機關全面的選擇 我們是從一開始 很清楚我們是支持這個 《基本法》23條的立法 如果是有很多市民對這件事 有保留或者甚至反對的 我相信他們是出於被誤導 有些人被誤導 沒緊要的 真是很痛心 為何民建聯可以為棄我們一班的秘民 難以為我們籌他們的幫助 民建聯就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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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二十幾個受高鐵影響的居民 就沒那麼幸運了 他們昨天和毛澤東一樣炮打司令部 但民建聯總部的職員一味說 老闆不在 居民於是打給主席譚耀宗了 喂 譚耀宗議員 什麼事 我們是來自蔡元村 戴國嘴和華景山都去居民 現在在民建聯總部等著你 你不放在意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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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放在意見 你不放在意見 你不放在意見我們 你會不會意見我們 想見我們 想見我們 還跟著線 我打不到 我問你 姜始終都是老的 頭搖又美擺飄移境界 錢多人多 按鈎多的民建聯 香港劣質政治的代表 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 我們看得到他們的質素 不需要是你民意的 拿到意籍 蛇齋餅總任食 我們看到原本一個地方之所以有政黨 就是因為需要政黨去收納民意 形成一個有力的力量去向政府去民政 但這件事很明顯 現在看到中共的主導之下 他的金錢去干預之下 整個掌罰制度是不同了 以前我們會看到 如果一個政黨不依從民意的話 他會被選票懲罰 但是現在 因為他已經是一個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 他根本完全不需要守這套規矩 在議會上是橫行的 民建聯 不用多說了 六個字 有黨性 沒有人性 有黨性 沒有人性 那麼這個黨又怎樣呢 五號候選人 現在不可以公開的 全都公開了 是沒有任何的秘密 我才能不要 所以有些人說我們什麼 海底郊野 黑雙族 他當然不可以 他跟他的一支的感覺 他不可以說的辦法 但我今次可以告訴你 就是我要公開什麼 是公開的 有人只是說民主黨讓步 但你不要忘記 中央政府是續續幾次重要的讓步 因為我寫的時候 沒有怎麼寫得這麼短 因為每次看到他 都說游說我支持了他的方向 真是悶到我吐 所以我覺得就是真是廢廢的 我們是由88年已經爭取普選 接著是爭取回歸後普選 接著是04年普選 接著是0708雙普選 接著是2012雙普選 其實我們全部都做過 無奈令我變過手 沒成熟 沒有話好說 一個民主黨被他騙了20年 我在這裡要掃一掃腹 如果你說民建聯 頭瑤又未擺飄移境界 民主黨他很厲害 他怎麼騙你呢 一邊拿著他的軌 不動 我沒有轉軌的 但他下面跟你找人的零件換掉 紫藍針跟你全部都改掉 我沒有轉軌的 所以就有這樣的情形 爭取完800直選 接著有什麼普選 什麼普選 全部就是 他的政綱永遠是 今年之後加5年有普選 這個就是民主黨 我真的沒有話好說 現在最後 不用說了 不出5年之內 他們只會變成一群 口只會說要平反六四的共產黨 我就是這樣說 即是共產黨都會口爆 只吹不做 民主黨連口爆的資格都沒有 兩句 堅定可信 民主黨 關鍵時刻 賣香港 好 下節到Mark 介紹其他幾位候選人 疑空 午夜龍二陸像 幕後員班人馬 聽力打造 本年度最強驚嚇顯皇 車輪 11月22日 看到死定 自從第一次跟你相遇之後 我對你一直都念念不忘 忙不了小籠包 魚子醬分蛋 菜心獅子頭 花雕醉雞 宋嫂魚羹 黃金蝦球 聖黃胡椒餅 我決定立刻去觀塘成葉街 東廣場二樓 吃光你們的辣頭 忙不了拉麵小籠包 訂位電話 2668-9133 好近地鐵站 喂呀 你為甚麼不看我 嘩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 蛤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也沒用 不如你收聽明星潮雨館 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想終極暗瘡快打 3188-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發揮人民公社精神 生活用品格價 為你格到最底 我Zero就出了名是Sunny Boy 喝東西當然要選擇陽光 陽光375ml檸檬茶